大家好 歡迎來到《威與時光》 佛教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2500年前 釋迦牟尼佛傳法的時候 有一天 釋迦佛帶著弟子外出化斋 有一群孩子在路上玩堆沙子 其中有一個嬌嫩的女孩 遠遠看見釋迦佛帶著弟子們走過來 就半認真 半好玩的用雙手從地上捧起一捧沙土 走到佛陀的面前 放進佛陀的飯坡內 釋迦牟尼佛客氣的接收了他的沙土 大弟子舍利佛看不過眼 心裡想 這個女孩真的是極有此理 怎麼可以用沙土戲弄我的師尊呢 她實在忍不住 便開口問道 師尊 剛才那個女孩子把沙土放到您的飯坡裡 你怎麼能允許她這麼胡鬧呢 釋迦牟尼佛微笑著說 你們有所不知 子女千百年後 因緣成熟 要在東震旦國為王 我今天若不接受她的沙子 她將來會試圖去破壞佛法 我接受了她的沙子 就讓她結下這個善緣 她將來做王時 會弘揚佛法 東震旦國就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 釋迦牟尼佛說的這個女孩就是後來中國的 一代女皇武则天 唐太宗駕崩以後 武则天曾削髮做了幾年的尼姑 她不但潛信佛法 而且精通佛力 尤其喜愛華炎經 她當政之後 聽說于田國內的寶刹難陀法師 得到了完整的華炎經本 便邀請她到中國來主持 翻譯華炎經 翻成之後 武则天初月華炎經的時候 體會到佛法的高深 有感而發 做了一首讚嘆佛法的四句祭言 無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 得受持 願解如來 真實意 這四句祭言 成為佛教徒誦經的開經祭 一直流傳千百年 洛陽的龍門石窟 也是他當年擴大早見的 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 關於武则天稱帝的神奇故事 請大家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袁天剛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藝學勘語大師 和天文學家之一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他和李淳峰編著的推背圖 預演了中國自唐朝以來一千多年的歷史大事 無不應驗 他一生中給無數人看過像 欲言百發百重 唐書中記載 袁天剛曾經為武则天看過像 當時武则天剛出生不久 袁天剛來到武士禍的官邸 袁天剛一見到武士禍的夫人楊氏便吃驚地說 夫人法生貴子 文言 楊氏便把兩個兒子 武元庆 武元爽 給叫了出來 讓袁天剛相面 袁天剛一看說他們可以觀置三品 還不算大貴 楊氏又換出了武则天的姐姐 就是後來的 韓國夫人 袁天剛說 子女貴而不利夫 最後 保姆抱出墻袍中 穿著男孩衣服的武则天 袁天剛一見大為震驚 說他是龍同奉景 極貴之相 若是女孩 當為天下主 武则天十四歲的時候入宮 被太宗皇帝選為財人 賜號五妹 唐太宗晚年的時候 太白星多次在白昼出現 太使占卜說 太白昼縣 女主昌盛 正好太宗還得到一本《秘記》 里面對唐朝的未來有這樣的推測 唐三代以後 有女武代王 說的是唐朝三代之後 有五姓女子取代李家 掌管天下 太宗深感不安 於是召見太使令李淳風詢問此事 李淳風回答說 就是說 李淳風他發現書中預測的征兆已經形成 五姓女子人也已經在宮中了 不超過四十年便會掌管天下 李家子孫會被他誅殺很多 太宗問 求而殺之如何 他想把所有可疑的人統統殺掉 李淳風說 天之所命不可廢也 王者不死 雖求恐不可得 且聚瞻已長成 附在宮內 已是陛下眷屬 李淳風他認為 天命如此不可以更改 而且他命中要做王也殺不死他 假如妄家行動 反而會弄巧成拙 何況他是在四十年後稱帝 那時候他年紀也大了 會變得仁慈一些 還不至於把大唐的子孫殺絕 但是如果現在就殺了他 再過四十年 他還是會轉生來篡躲李唐江山 那個時候的他重新轉世 年輕氣盛 又是為殺他的血債而來 恐怕大唐的子孫後代一個都剩不下 太宗皇帝是一個善聽勸諫的明君 他知道天命不可為 最終採納了李淳風的建議 太宗死後 吳妹娘薛法維尼 二十九歲那年 他被高宗選為昭夷 第二次入宮 為了得到權利 吳妹娘可謂是不擇手段 不僅表現在對李唐宗士和大臣們的心狠手辣 甚至為了爭寵 他掐死女兒 陷害王皇后 取而代之 冥冥中 一切都有定數 歷史上每件大事的出現 都會有不同的人來扮演不同的角色 來完成這一天象 所謂天意難為 人類的每一步都是在上天的安排下 一步一步有序的推進 由於高宗理智 性格懦弱 身體也不好 朝廷的很多事物都是讓媚娘待為處理 她開始接觸權力 並且痴迷於權力 西元683年 高宗去世 武则天接管唐朝統治大權 到西元690年 武则天登基稱帝 改朝五州 武则天當皇帝受到了一些朝臣的極力反對 因為從來都沒有女人當皇帝的先例 女人想要當皇帝被認為是陰陽不和 乾坤顛倒 更有甚者罵作是 母鸡提名 加拜人亡 武则天就為自己改了一個名字 單名 兆 表示日月當空 普照天下 也表示陰陽合一 武则天用這個名字代表自己稱帝的決心 西元697年 武则天重駐九尊大同鼎 安置於通天宮 其中 玉州鼎上由武则天親自撰寫的玉州鼎名 鼎名的末位刻著上元降劍 方劍隆基 大義士說上天降下福瑞 讓他建立了龍聖的大洲地業 武则天寫名文本來是為了彰顯他自己 無意中卻也吻合了天意 後來李隆基繼承了真觀之志 成就了開元盛世 印了這句上元降劍 方劍隆基的名文 武则天稱帝以後 對元天剛的相述和預言念念不忘 準備招他進宮為自己解說 卻被元天剛拒絕了 稱這是天機 不能隨便洩漏 這下可是惹怒了武则天 執意要處死他 不料元天剛卻說 陛下由落水興起 也由落水衰落 武则天聽到這句話之後 就不再追究元天剛了 因為他明白這是上天的安排 根據新唐書和舊唐書的記載 武则天稱帝的時候 天降巨石於落水之上 長達數十 並且在巨石之上 有聖母靈人 永昌帝夜八個大字 這就是為什麼武则天登記以後 要改洛陽為神都 並且長期居住在洛陽 臨朝聽政 直到新元705年12月 病逝於洛陽上陽宮 武则天臨終前 夏宜詔去帝號 稱澤天大聖皇后 把李唐江山又還給了李家 新元706年5月 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合葬於唐乾陵 留下了無自卑 已是千秋功過 任人平霜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 一陵葬兩帝 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史上絕無僅有 乾陵被認為是現今保存最完整 文物數量最為豐富的帝王陵墓 文物專家推測 王羲之駕駛連城的藍廷序《真記》 很有可能就藏在乾陵 各種珍貴文物至少有500噸 因此 乾陵自古以來就是盜墓賊夢寐以求的目標 歷史上乾陵被刀劍劈過 被機槍大炮轟炸過 有名有姓的盜墓人就超過百人 但是乾陵四郭毫髮無損 因此就變得更加神秘了 據說唐高宗登基以後不久 就派長孫吳暨和太史令李淳風為自己選擇臨寢之地 有一天 兩人巡視到梁山上 直見此山三峰高耸 梁山主峰直插天際 東格烏水和九宗山相望 稀有漆水和樓靖山齊山相連 烏漆涼水在山前相河暴形成水源 圍住了地中隆氣 是世間少有的一塊隆麥勝地 不過袁天剛曾經極力反對 因為他認為 梁山表面上看起來是一處風水寶地 卻有很多的不足 大唐龍麥從昆仑山分出一支 過黃河 入關中 以齊山為首 向東蔓延到九宗山 金宿山 琢峨山 瑶山 而且太宗皇帝已經葬入九宗山為龍首 唐高宗就不能再葬入龍首之前 另外 梁山是周代龍麥之尾 尾氣必衰 葬於此 孔里唐江山不保 而且梁山北風居高 前後兩風似女子的雙乳 恐怕陰氣過重 女人掌權 當然 有關乾陵的遺址 民間有多種不同的傳說 真實的情況究竟是哪種 就無從考證了 文獻記載 乾陵陵圓周八十里 原有成員兩重 內城至四門 東曰青龍門 南曰朱雀門 西曰白虎門 北曰玄武門 舊堂書《言善思傳》記載說 乾陵懸雀 其門以石必塞 其石縫隙鑄鐵已固其中 意思就是乾陵的木道門用石條堵塞 上下之間鑿洞用鐵棍貫穿 用融化的錫鐵汁灌注到石頭縫隙裡 與石條融為一體 固若金湯 1957年 乾陵木道口被幾個開山取食的農民無意中發現 經過勘探 發現木道地宫金剛門保持完好沒有被盜的跡象 也因此 考古界一直都認為乾陵迄今為止 還不曾被盜賊得手 唐末的時候 黃朝進攻長安之後 帶兵四十萬前往梁山挖掘乾陵 半邊山都給他鏟平了 也找不到入口 最後 無功而返 只留下了深達四十米的黃朝溝 五代時期 耀州截渡時 溫濤帶著數萬人三次挖掘乾陵 不過每次去 山上都是打雷下雨 眾人走後馬上轉情 如此怪象嚇壞了溫濤 乾陵因此躲過一劫 民國時期 國軍將領孫廉仲帶領一個團的兵力在乾陵演習 他用炸藥炸毀了木道旁的三層石條 正準備進入的時候 突然冒出一股濃煙盤旋而上 成為龍捲風 頓時天昏地暗 飛沙走石 七個山西級士兵首當其衝 吐血身亡 據說孫將軍的一個團生還者寥寥無幾 不過近年 考古人員通過航拍也發現了一些奇怪的 若隱若現的圓環影像 經過仔細的研究和分析 認為不是虛幻的光運現象 也不是外星人麥田圈之類的東西 最後 基本確定是歷史遺跡 這些小環直徑多在30到40米左右 不規則的錯落分布在東西長4公里 南北寬2公里的地帶 其中有一些圓環已經有些殘缺 據推測可能是自然輕視和平整土地等活動導致的 那這些圓環究竟是什麼? 設置圓環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是代表天上的星宿嗎? 還是一種地獄的劃分? 或者是軍事防禦的環毫? 又或者是盜墓者留下的毫鉤呢? 暫時都無法確定 如果是盜墓者留下來的 那乾陵很有可能已經空空如也了 好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裡 喜歡微語的講述 別忘了點贊 留言和轉發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嗎? 稍微